我先問妳 妳懂不懂 這個 這個是大概幾顆拉 怎麼一問的話 看它大小 我沒有什麼設計 沒概念 對 因為我本身也沒有鑽石 對啊 真的 妳說就不要嫁球員了 不是 沒有女人自責自己買的 對 愛情自責 有沒有兩顆拉 當然不是 不只拉 這個我剛剛還沒有錄影 我看就是五顆拉以上 五顆拉多 不是 完了 我流汗了 好 這是什麼 D.IF的鑽石戒指 D.Color D.Color 對 徐嶺姐 這個是裸鑽 還沒有去鑲的 裸鑽 裸鑽你知道嗎 跟裸鑽是很像的 就算他沒有穿 沒有穿 他就是沒有穿配件 沒有穿就這麼漂亮 對... 好 這一顆 我來講一下 妳為什麼沒有去鑲做這些的 想不出來鑲什麼 因為我喜歡鑲得很好 然後我鑽戒也很多 然後這一顆 當時是因為它比較特別 怎麼特別 這一顆 這一顆其實我曾經把它想好 帶在手上 然後去上海玩 結果上海有個朋友他就... 我一看就說 因為那時候上海還沒有現在那麼發達 一看就很喜歡說你有沒有讓給我 我本來不肯 可是跟他吃飯吃了幾天 想要反正家裡也很多 好 我把它讓給你 結果他說 那你有沒有帶鑑定書 那我去我當然沒帶 我說是GIA的 可是因為上海那時候 還沒有所謂的GIA 他們不懂 不懂 他說 那我說很簡單 你去找個鑑定公司鑑定一下 就好了 結果當時在上海 花了三天 找了十幾家鑑定公司 都說鑑定不出來 然後更離譜的是有看過 很奇怪的 有一家鑑定公司 竟然就把它滴了一個黃藥水 然後說 一放大進去看說 這GIA的鑑定書 還賴他安復健的 竟然滴了一個黃藥水 告訴我 我問他你滴什麼東西 他說這個是鑑定鑑石的藥水 那不是傷害了鑑石 會不會傷害我的鑑石 對啊 然後後來 後來因為我那個朋友很喜歡 後來他就打電話給市長 請市長帶他去國檢 國家檢定機 拿國檢的主任出來了 說他來檢 就鑑定之後 國檢的那個主任竟然說 我不確定他是鑑石 還是不是鑑石 他不是說是真的假的 他說他不確定 他是還不是 我心裡想說 這是什麼國檢 真是的 就算了對不對 我拿回來 好不好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要算便宜一點 我說那算了 我拿回來 然後我載我們這個 所以回來就把台拆了 是 鑑起來 就把它鑑起來 你這個鑑石應該是IF 對啊 DIF IF的意思就是 完美無瑕的意思 IF就是完美的意思 是 這為什麼要用一張紙呢 我們來用反白的這個方式 來看一下 它的顏色到底是什麼 到底顏色是什麼 所以鑑石也有顏色 對 我們攝影棚的燈光比較黃 所以所有的鑑石看起來都黃 所以我們要用白底來做一個反襯 在鑑石 就是天然鑑石裡面 都有含一些小小的微量的元素 比如說 氮 氮氣的氮 氮氣的氮 氮在鑑石裡面 它可能會顯得比較黃 所以顏色會比較黃 如果說是沒有氮 這顆鑑石如果沒有氮 就叫Type 2 就甲了 不 這種就是非常棒的鑑石 或者是假鑑 您說對了 對不對 有可能是假鑑 因為含氮是天然鑑石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象徵 現在不是有做一種鑑石 就是飢渴亂針 就是它完全那個沒有雜質 CVD鑑石 對不對 那是人工製造的 合成鑑石 而且真的是一般人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專家有時候都看不出來 專家也看不出來 對 專家也看不出來 好 這顆鑑石非常的漂亮 你看 這麼漂亮 漂亮 來 好 來 請借鑑 2500萬 很漂亮的鑑石 五顆他多而已 是 這個鑑石很漂亮 而且顏色跟顏色 而且它的切工 我覺得是Excellent 是不是Excellent 拋光也是Excellent 是吧 OK 那幾個Excellent 三個 三個Excellent 2000萬 不要抓我 2500萬 你手講500萬 2500萬 他500萬要唱歌 2500萬 我沒有聽到後面那500萬 唱歌唱不完 許姐說你500萬要唱歌補 你一首歌只500萬 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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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金金 來 這個Type 2A型 它那個是在哥爾康達這邊生產的 它全世界大概只有低於2%的產量 完全沒有含任何的雜質 它非常的少 一般來講 如果是我們報價單出來的時候 可能Type 2A型的話 你還要加30%到60%不等 我們一般你買鑽石都會打折 是... 對不對 打到骨折都有 對 可是Type 2A型的話 就是加% 加到60%不等 前一陣子 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 加拿大利亞鑽石公司 挖到了一顆 1000顆拉的 是 整個的公司股價 上漲了30% 對 是 那一顆鑽石有幾十億了 你知道嗎 所以很可怕的 這個鑽石真的是 鑽石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是這個 世界金融的一個 就算是一個貨幣 貨幣之一 是... 可以立即變現 流通 你想想看2500萬 如果你買成黃金 你背不動你知道嗎 真的 這麼一顆2500萬 觀眾朋友 漂亮 徐姊 你這一顆鑽石 可能要名人加值 只有一顆裸石在那邊 不會加值的 而且你放在那個拍賣公司裡面 大概只有看到那顆裸石的價錢 是 可是當人家要搶著要的時候 你的台子要加持一下 我幫你設計了兩個盤子 所以現在我們再看看 你可以看看 我們用一個 伍克拉的鑽石 在這邊對不對 可是我相信你帶著 這一個伍克拉的鑽石 不會去買菜 也不會去給趴趴趴 只有在宴會的時候 你才會帶出來 那帶出來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跳通 跳通的話 譬如說像這個款式的話 大概有高低位有四個層次 有四個層次 那這樣的話 整個款式就會變得 非常的華麗 高貴 帶出來的話 那個宴會的時候 穿鑽石大長一倍對不對 就會非常閃耀 另外有一個款式 就比較含蓄一點點 可是這個含蓄一點點的話 我們是從底部來看的 這個款式從底部來看 所以你等於是在借環的地方 也做了設計的 對 對不對 這個底部來看的話 現在的話 像我在幫客人設計 我一定是講究3D立體呈現 就是說一整個戒指 全部都是 每一個角度都可以看得到的 360度 你在旋轉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這樣的話才能夠呈現出 這一顆祖石的高貴 華麗 真的 厲害 好 非常好 通常看看 兩種不同的設計 好 最後一樣了 滿綠 翠玉手鐲 漂亮 在這裡 我在這邊 也順便跟觀眾朋友提示一下 凡是翠玉的手勢類的 第一就是王道 就是手鐲 那個手鐲是所有的 在剛才講的 在緬甸如果開石頭 是 第一件事 拿這個燈光去照這塊石頭 看有幾個桌子 先看有幾個桌子 他不看到底有幾個 其他的不管 把這個石頭打成桌子 剩下的料 再去做別的東西 所以它在廢料 所以桌子是最貴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桌子第一它是圓的 容易中間有瑕疵 或者有裂縫 這樣這個桌子就不值錢了 或者桌子的中間 有一段沒有顏色 那也糟糕 所以桌子很重要 賭石 先賭桌子 有幾個桌子 然後把桌子做出來以後 剩下的剩料 一般賭石的大家 就是玩家 剩下的料就賣給別人了 他只要這個桌子 如果這個桌子回本了 就賺到那剩料 賭石是這麼玩的 桌子就夠了 是 是 桌子這樣玩的 所以這個桌子 我就覺得非常稀有 很漂亮的一個老坑的 玻璃種的桌子 所以這麼看就知道了 不用放大氣 這個桌子是我大概 已經將近半年 不過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桌子 是 想起我以前的 奶油 不是 想起我以前的收藏 收藏 我們都在想那方面 我以前有收藏一個桌子 有到這個程度 但是沒這個漂亮 沒這個漂亮 這個是很漂亮的一個桌子 所以桌子我們第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這樣看 就了燈光來看 先看一個表面 先看一個表面 覺得這個顏色的均勻度怎麼樣 我們也可以看說 這邊這一塊稍微淡了一點 淡了一點 其他都還OK 是 再來我們來看說 這個桌子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雜質 對 如果沒有 好 我們再來用燈光 做個輔佐 為什麼 因為最重要的是裂縫 如果裂縫就掛了 那這個桌子就糟了 有沒有裂縫 我們來看 這個桌子沒有 很漂亮 這是一定要這樣看的 所以裂縫指的是 裡面也會有嗎 有可能是藏在裡面 如果你戴在手上 不小心 剛好著力點就在那點上 啪 就斷掉了 你在講嗎 你看大理石 你看我們講 其實它就是石頭 你看大理石 有時候就會有裂縫 因為經過風吹日曬雨淋 什麼這些 它當然會 但是你看看 一個桌子 它能夠在這麼樣一個 很長時間的行程之後 它裡面沒有裂縫 沒有雜質 這是多難得 太稀有了... 顏色 腫水又好 這都難得了 像這個桌子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一個 這個類型 再來沒有什麼特別的紋路 這個桌子 應該是上選的一個桌子 很漂亮... 我們全英協會的榮譽女士長 開玩笑 都是上品 好 現在 好 請健駕 開 五千萬元 這個桌子在 如果說三到五年前的話 這個桌子 可能 更不得了 可能要喊到上億 現在的整個大環境 經濟不是很好 全世界的 那有些人就是我們講就是說 它要變現 但是我們講這些都是起底價 去年那個舒芙比秋拍 有一個桌子 它就賣了多少 四千三百八十萬港幣 港幣 對 港幣 它是全綠的 但是總水大概沒有這麼好 比這一支差 因為他當時就說 我不送才去拍那一支 他一直拜託我簽約 說我簽了這一支 他們不拍那一支 他讓給我看了 那你這個應該送拍 是 我們就是想 還要不缺不缺兒子 缺媳婦吧 缺媳婦吧 缺媳婦 小嫻 趕快跪下 這個我們大家 給我們許理事長 掌聲來謝謝 謝謝 太精采了 我們大開眼界 真的